大家好,我是杨百万 前段时间拍了传奇的视频 然后有大哥想资助他走出网吧 给他,有两个大哥一共给他转了一千块钱 我给了他五百 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 我们上去看一下传奇在干什么 果不其然 很真实啊兄弟们 很真实啊 传奇在睡觉啊 传奇 我开着直播的啊 开着直播的 就这样,只能看到眼睛 这两天都没有上网吧 然后那天我把你的微信推给他了 你和他聊了没有啊 他放了讯息过来,我就放了 然后就给他 然后就不是直接聊了 我在那时候他们在 他发现这个是我的 就是这样 就 聊得怎么样了吗 他怎么说的吗 那我往其他那边 你听一下吧 看图王怎么说吧 兄弟兄弟我现在有点忙啊 现在有点忙啊 咱们晚上再聊 晚上再聊吧 现在忙着聊 兄弟兄弟我给你讲呢 你在那边的话 每天都得花钱 对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啊 你什么时候方便 最好我们来我这边 我提供吃的住的 都给你提供好 对吧 电脑也给你弄好 电脑绝对不会比 我爸的那种电脑差的 我这边有实力 给你好的条件 你呢 不需要 不需要干嘛 你每天就需要 玩游戏就行了 如果你想学 比如说那种 学一方面 一些东西 我这边可以教你 如果你不想学 那也没有关系的 你继续玩游戏就行了 我的意思呢 就是咱们过来 就像朋友一样的 没有什么套路 没有什么什么的 就是纯粹的 就是纯粹的想 纯粹的过来一下 我给你报告就行了 对吧 我说真的 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就是 你什么也不用干 也不用直播 也不用干嘛 就是玩游戏 然后 你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 想走 就是随时可以走 我给你看一个店 就是你在这个店里 这个店什么 什么也不用干 这个店就是 你放一台电脑 然后一张床 然后你就是在里面 玩游戏 然后你想走了 你跟我说一下 然后你就走 不会来一来 不会干嘛 不会劝一劝 就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我就 我没有什么多 没有任何要求 我真的是想 那个你过来 对吧 那个时候跟你聊聊天 别人啥事情都没有 完了吗 嗯 我听到这些语音以后了 我感觉 我劝传奇不要去 刚开始是说的是在这里 给传奇租一个房 配一台电脑 我觉得那还行吧 对吧 那传奇你觉得你想去吗 就 我不去啊 我也觉得你不要去 对 你就给他说一声 你就说 王哥谢谢了 就是说 我要过来的话 你就说 我就另外在我们老家附近 看有没有其他 更适合我的工作 对吧 你来了 还是一个房间打游戏 那有什么意义了 对吧 事情已经过去两天了 现在身上还有多少钱 还有四百 两天多就花了一百块钱 还充了花费 那还是真的很节约 没有乱发钱 这个网吧 现在就你一个人睡 就这里睡觉的只有你和另外一个人是吧 这个网吧 三个人 好 其他没有什么了 就想一想 你这两天 你就该去 洗个澡 你个发 买点衣服 你就去买一点 到时候钱用了 我这里这五百 我暂时先不给你 好 反正有微信 你可以给我联系 好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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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